如果我们自己在DIY一套NAS主机时 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系统 我相信答案一定是多种多样的 因为可选择的系统可太多了 然后我就把DIY NAS主机时常用的NAS系统 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分类 这里讨论的是狭义的NAS系统 所以并没有包含像Windows、MacOS、Linux发行版 当然毋庸置疑这三类系统肯定是可以用来实现一些NAS服务的 狭义NAS系统中最常见的第一种 黑群灰 关于它的安装使用教程是最多的 无论是在物理机安装还是在虚拟化平台安装 难易程度是最友好的 唯一的不足就是黑这个字 所以一些功能并不能百分之百完美 第二种收费的专业NAS系统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能说出它的名字 AMRAID AMRAID系统的硬盘管理方式独特灵活 那像系统的Docker和虚拟机的部署管理也比较简单易懂 另外套件数量也足够丰富 第三类就是免费开源的NAS系统 那比如TrueNAS Scale OpenMediaWalt也就是OMV 可以看到可供选择的种类还是不少的 但这一次我是把目光圈定在了免费开源的系统中 一是出于对NAS大厂的尊重 就暂时不搞什么黑群灰了 二是因为我今天用的硬件 本身也就300多元人民币 所以继续把整机的成本压到最低 才符合捡垃圾的身份 这样又把AMRAID排除了 免费开源的TrueNAS Scale和OMV怎么选呢 还是回归到硬件本身 那套DIY NAS的主板J3455 性能本身不强 所以选择TrueNAS Scale有点大材小用 TrueNAS Scale最大的特点是对ZFS原生支持 再加上如果能和ECC内存搭配使用 那会更加的完美 如果我用的是专业的服务器主板CPU 选择TrueNAS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这一次最终我选择了OMV OMV系统是基于Debian系统构建的 支持RAID 0,1,5,6,10,GBOD 当然都是在软件层面来实现的 既然OMV的底层是Debian 像Docker容器和KVM虚拟机的功能也能够实现 OMV的WebUI只是一套简单的功能页面 它并不像群晖、微联通、铁微码等等 这些成品NAS系统带有桌面功能 OMV系统需要单足运行在一个存储媒介上 这个存储媒介甚至可以是U盘 但为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比较好的图体性能 所以最好不要什么做 因此就要占用一个单独的盘位 比如SATA接口、MR接口或者是MSATA接口 我这次用的G3455的主板硬盘接口就没那么丰富 倒是有一个乘一的PCIE2.0插槽 但是我设想的是用它来拓展网卡 所以这一次我还是选择了一条下侧 用USB口外接一块固态硬盘 OMV系统的安装也比较简单 系统的镜像可以来到OMV官网下载 现在最新版本是7 我们再准备一个2G以上的U盘 我用的写盘工具这一次是WinToy工具 确保U盘是空的或者已经把资料备份好 把WinToy工具写入U盘以后 把下载好的镜像烤到U盘 烤贝完成后U盘插到NAS主机 这个时候NAS主机也需要 接好准备写入系统的目标硬盘 在BIOS里边调整从U盘优先启动 这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安装界面的语言 然后设置一个主机名称 设置root用户密码 选择目标硬盘 来确定镜像源 最后等待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以后移除安装媒介 也就是U盘 再次重启进入OMV系统 获得OMV系统的IP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接屏幕看屏幕上输出的IP地址 二是去路由器后台看被分配的IP地址 获取地址以后 再浏览去输入IP进入WebUI 默认账户是Admin 默认密码是OpenMediaWatt的英语全拼 进入界面后我们第一件事要去修改密码 OMV系统的修改操作一般点完之后需要等上一会儿 然后才会弹出一个带点击确认的界面 第二件事固定IP 一般我们使用NAS还是使用固定的内网IP比较方便 第三件事添加文件系统创建共享 视频中的这台NAS有两块硬盘 我准备来组RAID0 当然这只是演示 并不推荐单独使用RAID0阵列 阵列完成以后 去从众多文件系统里面选择一个 我这里选择了BT2FS 说到ZFS文件系统 OMV系统原生并不支持 但是可以通过插件来实现 添加完文件系统之后 下一步需要创建共享文件夹 接下来要去设置共享方式 比如最常见的SMB共享 这里我们最好单独创建一个用户 用来专门访问SMB共享 完成以上的这些工作之后 这套OMV系统已经可以提供NAS的基本功能了 但我们肯定还希望OMV能够做得更多一些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安装一些插件了 首先OMV系统会提供一个默认的插件包 用它们也可以拓展出一些基本功能设置 但仅凭这点数量的插件还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胃口 现在就要请出OMV系统中一套非常丰富的插件包 OMV Extras 可以通过命令来实现安装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SSH工具连接OMV主机 安装完以后在WebUI刷新 然后去打开插件选项 可以看到里面的插件数量变多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丰富OMV系统的功能 另外在打开系统的选项之后 可以看到最下面还多了一个OMV Extra 勾选保存之后就可以用Docker Compose去部署Docker容器 在这个管理界面 它提供了一些常见的Docker项目Compose模板 模板内容是现成的 有的内容需要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修改 比如要部署一个Jalefin容器 想把硬盘的电影目录映射给容器作为媒体库 就需要把里边的映射路径稍作修改 修改完成后可以用它提供的检查工具 检查通过后一般就可以点击上线这个容器 然后它开始拉取镜像部署容器 像Jalefin容器在OMV系统上运行跟其他系统上运行没有什么区别 该有的核显驱动也都支持 转码硬结没有压力 后面我陆陆续续部署了几个容器 像相册管理工具 Image还有下载工具 Qbit Torrent 回到这些插件界面 我们可以安装KVM插件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OMV系统上安装虚拟机 我试着安装了OpenWrt系统和Windows7系统 使用体验不错 并且在安装设置虚拟机时也能选择想要直通的硬件 当然前提是主板和CPU支持硬件直通的基硬 在插件库中他提供了Photo Prism相册管理工具 安装完成后可以在服务的选项里面对他进行设置 然后就可以开始愉快地使用这个很有名的开源相册服务 这种第三方的NAS系统肯定是没有自带的内网穿透服务 我们要实现外网访问OMVNAS 那就需要借助一些异地组网的工具 刚好在插件库里面就有WireGuard 如果我们有IPV4或者是IPV6的公网地址 再加上一个域名的话 就可以借助DDNS工具来实现外网访问 OMV提供的WireGuard插件设置起来比较简单 在使用WireGuard之前需要有公网加上域名DDNS解析 或者是有中转服务器 因为我有公网IP所以我选择前者 创建完隧道和Peer的信息 比如为我的手机生成一个Peer 手机上打开WireGuard的软件 扫描生成二维码添加 此时正在使用蜂窝数据的手机 跟家里的这台OMV系统实现了点到点的连接 并且在设置中 我让OMV主机作为流量转发的网关 我的手机可以连接家里的其他内网服务 并且还可以利用家里的主路由的魔法服务 手机也可以魔法留学 这样通过丰富的原生系统插件 第三方插件再加上开放自由的Docker平台 就让OMV系统拥有了NAS的大部分功能 再说回OMV的Web UI 第一个选项仪表盘 在这里可以添加很多模块 用来显示一些硬件的信息 像CPU温度、占用情况、硬盘温度、文件系统信息、空间占用情况、网络接口、容器状态、虚拟机状态等等 这种显示的效果比较像供专业运维人员使用的维护管理页面 有点像Linux系统的Web UI服务、驾驶舱、Cookapete 这次我为了更加凸显一点个性化 我借助第三方工具HomePage 把OMV系统上部署的主要服务重新整合了 HomePage是通过Docker来部署的 HomePage可以显示OMV主机硬件信息 最主要的是它可以让我把一些常用的服务整合到一个页面 像在页面的左侧 我可以把家里的NAS或者AM盒子放到一起 右侧按照分类把影音服务、相册服务、下载服务等等都罗列出来 这样平时我只需要打开这个导航页 就可以方便访问各种服务 再最后想说一下 Debian系统是我很喜欢的Linux发行版 在我的家里有一套基于Debian的UNAS使用了两年多 有一个运行Ambian的小盒子用了半年多 稳定性是他们留给我的最深印象 OMV系统基于Debian开发而来 所以在日常使用时 尤其是用SSH工具设置维护的时候 可以做到无缝的衔接 OMV也有自己的用户社区 可惜没有中文 但网上关于OMV的教程还算丰富 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 可以在某些方面参照Debian系统的解决思路 OMV系统总体上是偏轻量化的 案板中N1盒子也能运行 如果硬件配置不高 可以把OMV系统作为NAS系统的一种选择 可以把OMV系统作为NAS系统的一种选择 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愉快的这套NAS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套方案 好的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会给大家看到